大家好,我是五仔 兩宗消息要和大家跟進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嘩,傳得很厲害 家聰穿了草,和兒子在台北渡蜜月 不是吧,說真的說笑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有人聲稱在台北西門町 看到兒子牽著小手走街街 對呀,說就這樣說 好像說他當沒事發生 應該怎樣?喜怒仁於色 猶如驚功之了 人怎麼說呢? 兩方面看吧 他兩個人現在 人家說過街老鼠都不應該這樣形容 狗也不能說 國家老鼠也不能說 髒話也不能說 什麼漆都不能說 兩個人渣 好像說過重複 對不對? 兩位當事人 男女主角 走了 有些人認為是姦夫淫婦 有些人認為 但是這個行為 有時候走了 在他的角度是很正常的 他在澳門是不能生存的 你下街吃東西被人認得 你去澳門是小的 你澳門那些 旅遊地點 官也街的 窄到 很厲害 尖沙咀的後巷 比官也街更闊 澳門沒有了 要是賭場 沒有了 只有賭場 酒店 那怎麼辦? 那去哪裡? 我想他們 如果有錢 就隨便學我 還在亞洲 這裡住一個月 那裡住一個月 也不一定 他說他們現在跑去台灣 到什麼月? 我們有一段影片 說說家聰賺多少錢 一個工作 哇 拍一次影片 有十五至十七萬 也做了這麼多年 也十年 可能之前沒有這麼多錢 但是近幾年 你一年拍十個八個 這些廣告 你記得他和Ali拍過的 那裡肯定收足 銀行信用卡肯定收足 那你年薪過百萬 就肯定有了 他有錢 現在就沒有面子 但是似乎 他都可以退休 因為現在沒有工作 他不是就 他有華人的地方都認得他 可能一早已經財富自由 都還沒頂 那今天就討論一下 這兩條弓的飯鏟頭 搞什麼東西 去台灣避世 另外有人就說 卡夫 有一個人叫卡夫 在網上有個 叫做阿晶同學爆料 梅辣卡夫大學時 已經不妨阿晶 就是他冤枉阿晶長工作 和家聰 開油車可拉笑阿晶 做那些單單打打的事 原來同一間大學 因為在澳門其實很小 有當事人 梅辣員工爆料 他說卡夫這個人是大反派 他跟六毫子 之後 他本身有連登 就說卡夫這個人是六毫子的狗 就是他的死忠 但是為什麼 最後六毫子會跟他炒 反面呢 這個就是 有點內幕的事情 先說一下家聰和兒子兩個去台灣的事情 台灣 台灣有什麼搞的 他起碼會想遠離人煙 緩緩的心境對他兩個人來說 絕對是好的 但是我想網友覺得便宜了他們 這個切身處地 你說他狗華為成 你想想你自己會不會這樣做 如果他在澳門生存不了 來香港也是壓死的 來香港也是認得他 根本港澳地區也不需要什麼 回大陸也是珠海 現在又回台灣 雖然是網傳 但是我覺得這個消息是很厲害 也挺厲害 家聰雖然 人們說他住成過千呎的房子 但是你想想 整個房子裡 很無聊 你眼看我眼 你交配也不能交幾次 而且我覺得你被千夫所指 就是一分鐘性無能 喂 經常指著你 你殺人兇手 那女兒看到你冤口冤鼻 一定要換個 換個戰場 換個行功 才能起飛機 如果不是 根本上是 她夫妻也很麻煩 還有女人在這些壓力之下 我不是說要奏別人 我只是分析別人的情緒 我只是分析別人的情緒 因為人受著這些壓力 你是很容易有病 你們這些傻子當然是想的 但是我的心態是平常心 有無都是自己拿來的 早知道今天何必當初 喂 兒子那些是很恐怖的 不斷跟美狗跟美狗 真的很老套 他們兩個閃了 也是這樣 如果遲些在台灣 將來有人在韓國見到她 在泰國見到她 在馬來西亞見到她 馬來西亞應該不會 泰國應該是 因為泰國呢 多遊客 多大陸遊客 香港人都多 因為你對那些人服務你 起碼不認識你 說泰文 起碼不用吃糞便 是呀 做一杯湯 做一杯飲品 泰國應該會出現 馬來西亞可能比較難 因為馬來西亞很多還的餐廳 只要避開還的餐廳 她可能會沒事 馬來西亞又或者會出現 韓國就穩固 韓國真的不認識她 日本也穩固 只有輻射 你知道她業力大 輻射就中她 受了輻射回來 頭腦鏈這麼大也不奇怪 荒包超人的臉更慌 頭大了三倍 和兒子兩個頭回來 不奇怪 善惡到頭中有報 不是不報 時辰未到 說一下卡夫 有人這麼喜歡說卡夫 又說大學的時候已經不妥禁了 小孩子都拿來說 大學的時候都十年八載了 看到有人報料 卡夫其實是這件事的重點人物 但是卡夫來說我只懂得芝士 我不太懂這個人 他說 阿禎和她是大學同學 當時讀書 阿禎是比較受人注目的 其實我覺得阿禎 阿禎是什麼呢 他是觀眾選出來的 他的聲音是很有趣的 阿禎好像配卡通片一樣 他樣子又漂亮的 身材又厲害的 你說大學已經受人注目 也不奇怪 阿禎其實 我都說上上上升 他的聲音好 其實可以做到一些勁委 真是 南摩尼陀佛 我說這個卡夫 原來 網友報料 但是我不知道是否真的 分析一下 卡夫是男人 美奈的員工說卡夫是大魔頭 但是卡夫在大學的時候很討厭阿禎 男人應該會很討厭阿禎 我覺得男人看到阿禎 應該會喜歡阿禎才是 但是他可以繼續假裝朋友 這個網友說得對不對 你很討厭阿禎 你又知道 假裝朋友又知道 你真的知道卡夫的內心世界 我是分析的 我不是說是還是不是 我覺得有一點點 是不是想的 其實 那就好了 當阿禎入了微爛之後 很快就升了做經理人 那時候卡夫 已經是做了一段時間 就是這個銷售部的大哥 這個是真事 有人說他是銷售部的 是猛將來的 就是六毫子的爪牙 來的 那我講阿禎 那時候 卡夫已經是心理不平衡的 周圍跟別人 就落他嘴頭 哦 周圍就是唱阿禎 他大學的時候已經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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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是的 內部人才知道 那最後 遇到八婆多 跟八婆多 多姐結了盟 八婆聯盟 八公如八婆 要杯葛阿禎 人事都很複雜 他說 薇娜就是生頭文化的 其實我相信 我們公司的時候 二三十人 不是很多人 那些人都要杯葛我 你聰明就自然有人杯葛你了 你聰明 你不需要跟別人扮朋友 那些 你真的做事的人 是經常被弱者杯葛的 是的 他說卡夫和八婆多 聯盟 他就引發了搶職事件 他說 其實卡夫和多姐 說搶職事件 阿禎和諾仔法分手之後 卡夫 就下了很多 加鹽加醋 哦 背後說阿禎壞話 就說 哦 哦 這裡網傳 網民Andy2411 他說 是阿禎 老鬱 阿禎 偷吃 是卡夫傳出去的 薇辣的員工 就證實卡夫是大魔頭 這個薇辣的員工也很討厭老豪子 我想說 報料給我聽過的人 這件事說阿禎偷吃 就是卡夫傳出去的 是的 因為多姐 我看過關係圖 多姐和諾仔法是 有份 叫諾仔法 非阿禎 諾仔法 是不是跟阿禎 分手之前 已經看中兒子 呢 說卡夫有份 幫忙撤合兒子和諾仔法 嘩 真是大魔頭 雖然我不認識 但不要走漏眼 我經常說 不認識的員工是無辜的 不認識的員工也可以是 尾後針 你自己出來澄清一下卡夫 現在很多人說你 那 駱仔法 就是跟阿禎分手之前 已經跟兒子眉來眼去了 這個我相信 你這個女人得到之後 周圍跟別人說 我是家聰女朋友 家聰女朋友 有什麼這麼厲害 是要勾她回來的 我相信 這個我相信 說說家聰和阿禎分手 不夠十五天 開始追求兒子 即是半個月 很快就在一起了 快成怎樣呢 我想我一個月內搞定了 生了兒子 交配了 只不過沒有懷孕那種 我不知道 可能打個Karen吧 只是等到十月 在香港酒店直播才公開 直播完之後會怎樣呢 阿禎呢 她在微爛的時候 她是很強勢 女強人來的 她是要這樣做的 她是需要這樣做的 她的位置是Manny的位置 她說阿禎是很強勢的 她說所以那些人討厭她 不喜歡她裝作 覺得她 扮大家姐 再成為了藝人 便有雙重角色 但是呢 阿禎那時候很支持藝人 你記不記得霍哥上過去 說給她驚喜阿禎 生日還是什麼 她說祝美辣的藝人 賺多點錢 唉 真是 她的角色 她的角色本身是要做這些崗位 無論是阿花姐也好 Manny也好 她做那個位置是一定要強勢的 但是那些仆街 在後面煽風點火 覺得她太強勢了 但是她的心是好的 在霍哥的影片裡 希望薇辣的藝人 賺多點錢 是不是 人家又為你們 她強勢 她要這樣對自己的藝人 她外面也是這樣對客人 她為你爭取權益 真是賤格 這班薇辣的人 所以那些人就不喜歡阿禎 那時候呢 雖然她經常支持藝人 就要跟卡夫開片 因為卡夫是銷售部大佬 那些錢怎麼下多少來 可能就這樣開片 即是說 藝人部大佬 對銷售部大佬 所以卡夫由讀書到做事 都憎恨到她極點 唉 這個不要走漏眼 在薇辣的員工口中 她說什麼呢 卡夫是大反派 六毫子的狗 不過 為什麼她最後跟六毫子 炒翻了甚至搞到辭職呢 這部分就追蹤一下 一定有問題的 原來現在這個人 在今年年頭 已經是離開了薇辣 聽回來的 但是在阿禎的死裡 為什麼我們走漏了眼 因為很多人 著墨點去那些 單單打打 打打單單 但是整件事總是有火頭 薇辣自己本身的員工就知道 他們本身一定知道 是誰搞風搞魚 六毫子 和卡夫 搞到收皮 本身 卡夫這個大反派 是六毫子的 你當他是小貴子 小利子的太監 你要黏著老闆 你才有利益 最後都要搞到辭職 不是六毫子炒他 他要走 我覺得兩個原因 都是錢和錢 錢可能涉及一些公司利益 都未定 因為我收到封 這個封 我不會說出來 但是 我收到封 就是 他們當中有人涉及一些不法的行為 六毫子 最後我不炒你 你自己辭職 你想想 其實一個人自己辭職 跟公司炒你 公司炒你 是要賠錢給你的 如果他做了一些壞事 炒你不用賠錢 可能隨時搞到 有些刑事責任 一個銷售部大佬 影響了公司利益 可能有些 我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公司怎樣怎樣 最後因為利益而反抬 是不奇怪的 因為他們是因利益而結合 最後因利益而反抬 我相信就是這樣 本身是六毫子的狗 最後要辭職 他那個 微辣員工說 你找一下原因 他說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怎會知道 我估計就是這樣 但是很多人就 走漏了眼 這個大魔頭 你們不知道 背後桶 一刀是誰 你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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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 阿禎 跟他 揹了 卡夫 看看 卡夫是女人 抱歉 看錯了 因為有人把箭咀指回去 我以為旁邊的男生 卡夫原來是女人 卡夫 這樣就合理了 八婆 如果你說 剛才我說 阿禎 因為他的名字 有個孤字 實在太男人 真是認識你老鼠 不好意思 你是幕後的 卡夫 如果你說阿禎 本身很厲害 在大學的時候 這樣就通了 他妒忌他 阿禎 比他厲害 比他厲害 他是風頭等 因為這個卡夫 不漂亮 剛剛才看到照片 金毛 師奶的樣子 他一定會生氣 你是師奶的 我們二十多歲 大學畢業的時候 阿姐 在這間公司 弱者 就會聯群結黨 欺凌強者 這個是最敷禍的 原來 男人是說不過眼的 是說不過去的 男人是沒什麼可能發生的 剛才說的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全都是八婆 八婆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嗯 遲了 這些網友爆料 不過 我最初連男女都分不了 好心理 幾十歲 那些姿勢名字 是 幸好他沒有改別的名字 現在每個人都認得他 在錯誤當中 找到真相 在很不合理的情況下 找到真相 但是這個真相 我盧浩子會不會說出來呢 如果盧浩子可以絕地反擊 如果我聽到 就是因為這個八婆 當時是害死的正愛 叫他自己辭職 然後盧浩子 極地反身又可以 但我猜那個故事 應該就沒有這麼帥 吧 哪有這麼巧 啊 通常是衰一堆的 癡癡呆呆呆呆呆呆 不會存在著這些英雄故事 今天說到這裡 將回小說 我又知道多了一個人物 出來回應吧 卡夫 看看你是否那個 傳說中的 師奶八婆 今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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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